捡国旗事件最新情况来了 长荣无视抵制 竟然还挂中国国旗通过红海 巴黎长荣桂冠酒店捡国旗事件仍然在发酵 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企业、团体加入进来 抵制长荣这种吃饭砸锅的企业 国内的邪城、非猪等网站 都已经下架了长荣酒店信息 接着又有网友爆料 长荣在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的酒店 现在生意惨淡 基本没什么人 说明国人真的不去住了 目前有近100家企业宣布取消合作 还有50多家法国华侨商会 集体发出抵制长荣酒店的倡议书 估计巴黎长荣桂冠酒店要凉凉了 要知道 长荣酒店大约70%以上的顾客 均来自中国大陆 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 很多人组团旅游法国 去法国出差办事 都是当地的旅法商会来帮忙接待的 换句话说 旅法商会就是长荣的财神爷 得罪了财神爷 以后谁还住你这破酒店 巴黎酒店千千万 长荣不行 咱就换 就连巴黎奥运会场的保安小哥都知道 要禁止绿读旗帜 维护一个中国 怎么你一个破酒店 就敢在这里玩特殊呢 台籍女经理或许以为 等一个月之后 这件事的热度过去了 中国人会忘掉之前的一切 继续来这里消费 但很显然 她想当然了 旅法商会之中 有一个女华侨说的一句话 特别让我感动 她说 这个事情一出来 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 就是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尊严了 我们要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制裁 警告长荣酒店 确保这类型的事情 永远不会再发生 她的发言让我意识到 那些旅居海外的华侨 可能比我想象中 更爱我们的祖国 因为漂泊海外 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底气 都是祖国给的 不过 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和抵制 长荣似乎不在乎 直接无视了 长荣酒店至今没有道歉 只发了一份声明 而且这个声明还耍了小心眼 只在上海分店 简体中文官网发布了 繁体中文官网就没有 简国旗的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也没有 说白了 这个所谓的声明 就是给内地网友看的 应付一下大家的不满情绪而已 现在事情发生了这么久 长荣酒店没有再回应 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 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令人更愤怒的是 这个长荣集团一边捡国旗 一边却用国旗给他们保驾护航 8月16日 有博主发视频 他们的船在经过 胡塞武装组织管控的 鸿海区域时 看到了一艘长荣的船 上面挂的是中国国旗 这位博主用对讲系统喊话他们 他们回应称 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 咱们放心 两岸人民一家亲 看到了没有 当五星红旗能够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时候 就想起来是中国人 想起来两岸一家亲 当不需要你的时候 我就把你剪掉 还说我有选择挂谁的权利 果然是有选择的权利 两面三刀 玩得太溜了 这个长荣集团之所以不在乎大家的抵制 原因是酒店只是他们很小的一块业务 在全球也没几家门店 营收占比不到10% 他们最核心的业务就是物流和海运 长荣海运业务网络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 2023年以210多亿美元营收 排在财富中国500强第169名 这个长荣海运的客户也主要来自大陆 所以基本也是靠大陆赚钱 如果想让长荣集团感到痛 那就要从海运业务下手 辽宁的和联盛投资集团 直接对长荣海运业务终止合作 长荣集团海上运输的许多业务 依赖于内陆的需求 而和联盛对这行动 也会给他造成致命一击 据长荣集团的财报显示 2023年长荣海运业绩大跳水 全年营收约2767.1亿新台币 同比下滑59.9% 营业净利润为347.5亿新台币 同比减少90.7% 规模净利润为353.4亿新台币 同比下滑89.4% 值得注意的是 长荣海运的每股盈利大幅下滑 2022年每股盈利为87.07新台币 2023年降至16.7新台币 跌幅达81% 即便是相比2021年的每股盈利45.57新台币 也出现较大下滑 投资人刘波认为 长荣海运在疫情期间的业绩猛增 很难维持高增长 2020年 长荣海运吃到疫情第一波红利扭亏为盈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 2021年业绩猛增 近两年疫情结束后 其业绩下滑属于回到正常区间 业绩下滑让长荣海运由世界第二跌落至世界第七 或和长荣集团名声在外有一定关系 长荣海运有一半以上的业务来自大陆 但长荣集团却把最大的造船订单给了日韩 要知道 此前韩国造船业的吨位份额略高于中国造船业 直到2020年这一局势才有所改变 中国新街订单量占全球48.8% 韩国为41.4% 造船完工量中国为43.1% 韩国为27.3% 手持订单量中国为44.7% 韩国为33.9% 2023年年初 我国造船市场份额约为全球的80% 要不是韩国在2016年接到长荣集团造船大单 中韩造船的市场份额或早已出现逆转 长荣集团创始人张荣发对大陆心怀善念 长期致力两岸和平 此前大陆官媒称其为爱国人士 在大陆受灾时 张荣发经常慷慨解囊 汶川地震和庐山地震 张荣发捐赠1000万美元 也曾为云南鲁店地震捐赠1000万元 张荣发曾说 中国人一定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 2012年张荣发到访大陆时也公开称 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但张荣发应该没想到 自己此前在国内积累的声望 婚姻国旗事件而会被消耗殆尽 更没有想到自己去世后 几个子女会为争夺遗产而对驳公堂 正是这些事件让长荣集团的发展受到巨大影响 据公开资料显示 2016年张荣发去世之时 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和长荣集团总裁职位 留给私生子张国伟 而非妻子及四个孩子 这一决定引发了家族内部的激烈矛盾 这或是张荣发家族内部斗争的导火索 公开资料显示 张荣发正房长子张国华对父亲遗嘱极为不满 张荣发临终前 仅将股份留给了正房所生的子女 张国华利用自己在公司的股权优势 迅速采取行动 试图剥夺张国伟的总裁职位 一场家族内战就此拉开序幕 公司内部长期处于动荡不安 许多老员工也被卷入其中 经过多年的争斗 在多方势力的博弈下 张国伟被迫离职 张国华也未能如愿以偿 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长荣集团的国际董事长职位 却意外地落在公司元老科利清手中 2022年9月 67岁的张国华和其兄弟张国正达成共识 解散长荣集团旗下两大控股公司 长荣集团正逐渐走向分化 长荣海运的影响力和实力也受到影响 在长荣集团内斗逐渐平息之际 长荣集团旗下的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却又一次将长荣集团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长荣集团重新陷入负面漩涡中 如今的长荣桂冠酒店负面舆情事件 或只是长荣集团管理混乱的冰山一角 公司还出现了利润率超高的 海运业务竟然亏损的局面 一半以上营收来自大陆的长荣集团 如何平息这次负面舆情 将决定未来的业绩走向 毕竟靠一条破船就诞生出世界船王的好运 不会一直有 长荣事件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纠纷 更是一次深刻的价值碰撞 它将企业价值观这一话题 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市场曾经是无数跨国企业眼中的香饱饱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民意识的觉醒 中国消费者不再是沉默的羔羊 他们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 也更加关注企业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长荣事件给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 在全球化时代 任何企图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行为 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